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後面大概有三十排 開箱一下我們這幾天睡的家 請你お五個月 3個月 了解 李宗盛 那請進 請老闆 扒口 ớRS 威武 好嘞! 可以 我可以按一下 你能按一下 你的力量 你能按一下 你能按一下 如果你想按一下 你能按一下 你能按一下 你按一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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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是 那 是 有 可以 可以 是 我忘了是不是要好吃 厚香也有一些 日本好熱喔 不要想這樣走來就熱好多喔 切個完的那個車子滿頭大汗 然後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接下來八田的家 622 622 希望一切順利 我們剛拿到車 但是我們第一天的行程非常滿 因為我們要趕去買東西 我們要先去買我很想要買的戶外鞋 等會到那邊再跟大家聊 我們現在要驅車前往 購物行程第一站 水素Premium Outlet 便宜的話我就還不把它買爆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這裡大概有兩百台 不只啊!應該五六百台有喔! 太誇張!這怎麼走馬賴農場啊! 這比他大十倍!超誇張的! 對啊!你看! 你看!滿滿都是車耶! 這個後面大概有三十排 三十排都是滿滿的車 大概後面有二十排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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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好! 見過均衍 說明 就義用筍所 sei 看看 這類你 超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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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简单的水槽 就是你可以刷牙洗脸罐洗牙 或是简单的洗个东西这样子 然后呢 露营车上它有附一个微波炉跟一个冰箱 不过呢 这个微波炉它是需要另外插电的 对所以就是没办法在车上直接使用 你要就是进到营区里面有插电才有办法用 然后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冰箱 你看 这个冰箱 跟我们用的冰箱是一样是Angel这个牌子 这冰箱真的很赞 真的很棒 因为我们也是用这个牌子的冰箱 对真的很赞 然后它里面空间还蛮大的哦 可以冰蛮多东西的 固定式的 对固定式 里面东西蛮大也可以冰蛮多东西的 对啊 然后接下来 下面这两个就是 底下有一些简单还是可以收纳餐具的地方 然后下面就是它的清水箱跟污水箱这样子 然后再来 上面这边这个额头舱 不好意思哦 有点乱就是 它上面也是可以置物的地方 就是我们就可以放一些平常 比较常拿到的东西这样子 对它其实有附两张椅子跟一张简单的桌子 所以就是如果没有带的人就是也OK 然后接着这边 就是平常我们现在这样子是客厅模式 它要转换成睡眠模式 就是变成一张大床也非常简单 然后就是它还有一个这个桌子就是 是可以这样移动的 对就还蛮方便 你不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拆掉 其实这个车上它收纳空间蛮多处 这个上面 这个就是如果你有第三个人的话 这个拉出来这边会是变成另外一张床 就上面也可以睡两个人 对上面也可以睡一个人 一个人 它说上面只能睡一个人 我觉得它的空间其实比我们那个大 所以它其实睡我们两个人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但是它是建议睡一个人啊 对我觉得还是 四个人在这车上是有一点比较吧 太小了 对啊 对然后租露营车的时候 你可以跟它就是加租 加4000日币的话 它就是有附餐具跟 睡袋枕头 然后枕头 然后跟毛巾组 再来就是它收纳 车子的收纳空间其实蛮多的哦 我先把桌子拆掉一下好了 那我们先来介绍这边 其实它那个就是床垫下面都是收纳的空间 都是收纳的空间 对 我就这样掀开来 你看喔它这边 它这一格它 超大的 对超大的 反正都是收纳空间 这都是收纳空间 都是收纳空间 所以我们有带两个行李箱来嘛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 在那边我们是把行李箱 放在它那边 放在它那里 不然太占为止了 对你看我们的衣服我们就是 对 我们这件衣服全部放 一个就可以 放满我们所有的 对我们这一人一格 这还蛮大的空间 对然后最前面这个是 它有放一些水桶啊 对还有附水桶啊 水桶还有一些水管 插电的延长线啊 对 它的 逆变器在这边 逆变器在这边 它那时候有说要用的时候 就是在把它打开 对然后这边是它的电响 它的电池很小一颗 大概是深循环的100安培吧 对然后它还有太阳 这边就是 有插头 但这个就是要 开inverter 开逆变器才有办法用的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冰箱的开关 然后这个是 水磅浦的开关 还有附两个USB的插头 USB插口 再来还有两个外推窗 左右各一个 左右各一个 就把下面卡榫打开之后 这样子转开就可以通风了 它有附沙网所以不用担心 蟲蟲会飞进来 对 那你知道 这个是干嘛的吗 通风扇 它不是通风扇 它就是一个通风口 对然后后面也有一个 就是对 就有一个通风口 然后有灯吗 有它这边晚上 后面有一个灯 后面这边有一个灯 对 然后前面有两个 前面有两个灯 上面有两个灯 对 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会把窗帘拉上嘛 对 它的窗帘 这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从台湾带来的行动马桶 你把它打开看看 对 其实一开始我老公说要带的时候 我是一脸怀疑 对那就是马桶 这是我们的行动马桶 我们的马桶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 真的是带对了 真的 真的是带对 因为 虽然日本他们就是露营区都有马桶 可是可能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露营区真的都蛮大的 像我们现在住的这个露营区 我们昨天走到那个洗澡的地方 来回就要大概半小时 一次一趟大概要15分钟 对 然后上厕所的话 大概也是要来回要走10到 10到15分钟要 所以你上一趟厕所就要 走半小时 然后如果你一个晚上上个两三次的话 你大概一两个小时就没了 而且就是万一你半夜 晚上很冷想要去 上厕所就是你还要摸黑去上 其实你觉得有点 是为什么其实我们当初会租这一台 这一台露营车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自己开过很多露营车 在日本应该开过 大概开过10款以上的露营车 你如果有厕所的话 他也不给你用 所以等于说厕所那个空间 我们就浪费掉了 重点是如果你要租有厕所大型的露营车 他的价钱会比我们现在租的这个价钱贵两倍 或者是三倍 所以我们租这样的车型是我们当初就预设好 就决定要租这样子的车型 对啊 刚好是很符合我们的需求 好啦 那我们要回家啦 对 准备要回家了 准备要往东京开了 没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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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跟富士商說再見了 他們這邊大多數都是殺色的 而且還是以搭帳工具 對啊 他好多財欸 對啊 他剛到而已 他剛到 他今天要爆燒一幕 對他今天一幕萬位了 有一個福士山的景 真的是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但是有兩個妹仔這樣子 這樣子自己開一台小轎車 然後來露營也是蠻high的 SOLO CAM 他們很流行這種SOLO CAM 你看這個也是一個人 一個人然後這樣子 哇 好接下來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日本 這個非常火熱的露營區 這個地方是富士山 他在富士山的西北角 這個露營區叫做 FUMOTOPARA CAMPGROUND 好 我們來把它拉近一點 這個整個的區塊啊 就是今天這個露營區 他所有的範圍 其實非常非常的大喔 從 如果你要從大門走到最尾端的話 大概要花半小時 我們再把它放大一點 來看 外面這一條 是主要的幹道 好 我們的車子就是從這一條 經過這一條路然後開進來 然後在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收復所 我們在那邊做了簡單的登記手續 然後把今天的營區的錢付完之後 就可以往裡面開了 那外面這邊有兩個建築物 他其實是兩家餐廳 如果你不想要料理的人 其實也可以來這邊直接用餐 那洗澡的地方也在這個地方 好 我們再往裡面看 他除了吃飯的地方之外 他還有一些提供給大家住宿的 那這個地方是他的住宿的範圍 還有一些堆放木材的地方 在這個後面 他就是這個地方是垃圾集中場 所有的垃圾都在這邊處理 再來我們往裡面看 這邊有一個公共的清洗區 是給大家清洗食材或者是洗碗的 那同時也有廁所 那我們這次搭帳的範圍在這邊 在這個位置 我們車子就停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如果你要上廁所的話 就要走這條路到這個地方 或者是洗澡的話 就要走到這個地方 那其實是路程是非常非常遠的喔 大概要10到15分鐘 好 以上就是這個露營區 和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它這個露營區真的有夠狂 它自己開採木頭耶 然後這邊開採完的木頭 然後把它用剁碎 剁碎之後然後賣給大家 就知道這露營區有多狂 然後後面那邊是他的林場 砍完了以後中心的 然後你看上面又在開採 下大雨 東京用下大雨歡迎我們 下大雨 你看起來好爽 很快的感覺